根据路透社消息 俄罗斯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 出现了异常高辐射值 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那这个新闻刚开始在我们内网 好像是一定程度的广制的 但现在放开了不少 这个地区离我们的哈尔滨比较近700公里 离我们的最近的一个城市是鹤岗 较大的一个地级市 但鹤岗在黑龙江里面是人口排名倒一的 不到100万 80多 而黑龙江人口持续流出的这10年来 人口从10年前的4000万 降到现在的3000万 所以说现在对于可能潜在暴露的人口 应该说不多 就是真正产生一定风险的 远在100万以内 应该说可能风险较大 是10万到20万之间 就最多了 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俄罗斯他为什么把远东的核肺料的处理 地方就放在紧挨着我们边境线的这么一个城市呢 那么旁边的你像海森外 弗拉迪沃斯托克 那这个城市当然就是远东可能算数一数二的了 那俄罗斯肯定不愿意放 这可以理解 但是你可以往北一点 往这个库业岛方向一点 如果觉得库业岛是大岛 这边风险比较高 可以再往北极的方向一点 那么他放在这个地方很明显 应该说就是制衡中国的 就像这个 把我们这个东山省的出海口给掐断了一样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几年啊 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 那么中俄关系上升了很多 其实自克里米亚事件之后 这十年来就已经是一直在上升了 因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多嘛 那经济要想不垮 只能靠中国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是俄罗斯自己干的吗 我们一个个分析 这可能性 就是主动干的这可能性不大 但是仍然可能有 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核讹诈呢 就是说核这个事情的话 如果真的要搞起来 那是全世界都要受灾的 不仅仅是俄罗斯或者跟西方世界 这个相互发射这个核弹啊 就就中国肯定也是要倒霉的 那这种敲打肯定是有 如果没有的话 后面第二第三种可能性也不存在 比如说第二种可能性 当然还有就是误操作啊 不小心泄露了 这可能性也有 但是可能性我觉得很低 这些年难得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二种是美国方向做的 美国方向做很明显 就是要利用中俄之间的这种相互猜疑 因为核猜疑链就是这个样子 相互之间的话就只能是往最坏的方向上想 那么美西方的这种 现在也相当于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警告中国 核的问题不是什么开玩笑的问题 要搞起来大家都得倒霉 这个地方是就是俄罗斯跟中国本身就是最历史的原因嘛 这些地方以前都是我们中国人啊 包括上面的这个库业岛 包括这个旁边的那个大使 弗拉第沃斯托克 永动感 俄罗斯在远东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永动感 不动感 那这样的最容易找到突破口的地方 用核的角度来弄那么一下 那么中俄的关系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震荡 这种差异就会不断的进行下去 那其他方面可能性很小 我们中国人自己过去搞一下 不带这么玩的 我们无量是刚才我们分析的南院还是北院 是中南还是国务院 没人这么玩 对吧 去帮美国做狗的话 也不至于做成这个样子 这种情况少 所以我们看来看去啊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比较主动的一个潜在的行为 可能性是较大的 那我们再看东北亚其他国家有没有可能 朝鲜韩国可能性很低 他们自己两兄弟的事情都处理不完 日本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是因为最近这一年多 中国跟日本关于日本这个福岛的核废水的问题 核污兰水的问题排入海中 所以双方是举与不断 那中国已经停止了对日本很多食品的这个进口 而日本本身从战略上来讲 没有必要从这个角度 从核的角度来去挑拨中国跟俄罗斯 他本身也是一个偏打工的形象 再怎么渗透的话搞中国就行了 你要肥沃的地方那么多 渗透那么多 干嘛就搞这么偏的这么一个苦寒之地呢 这种就是真正最大国的这种战略布局 但是确实核废水这个问题 有可能在别人的说实下 有这个可能 有一点这个可能 好那现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的话 就是对我们中国很多方面的这种考验 第一个方面就是信息的管控 这种事情不能瞒着老百姓 谁出问题搞谁 就是这个样子 不管是国内的官员还是说这个海外 这个情况一定要厘清楚 第二点 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这个事情中国应该想尽办法的调查清楚 这个要求俄罗斯给出这个很多的数据 因为俄罗斯现在就是依靠着中国的 远东地区确实是我们中国跟俄罗斯 容易争吵的地方 那么这不是一个阳谋吗 那这样一搞下去的话 中国俄罗斯可能很多方向就会破裂了 你一早就把这个最根本的野心给暴露出来 对吧 但是没办法 很多阳谋你也得适当的往前跳一跳 你不可能一点都没有这种动作 这里的话我想说的一个根本就是 面对俄罗斯跟美国 其实中国一直这种北院 我说中南海太软弱了 就是一定要保持肢解对方的这种意识 跟这种动力 就是现在我们的中国的实力 现在就是我说战略定力 之前我说要用战略折线来替代 把它替代过来 就是以后我们的强大能量 现在今天就要用 虽然说就算是偏阳谋的方向 那么很多地方也要稍微尝试一下 比如我们再说了具体一点的例子 对俄罗斯来说 不管中和关系以后怎么走 从全球总财富的角度来说 这个地方人口仍然是比较密集的区域 它旁边的弗拉迪沃斯托克都有一点被涉及到 那么中国这边 在赫岗旁边肯定有一些县级市 那么人口也是比俄罗斯这边密度肯定是不会低的 那如果中和未来继续合作下去的话 这一块肯定还是要开发 另外它的光热条件实际上比偏北面还是要强很多 所以说这土地是要拿来利用的 不是拿来荒芜的荒废的 俄罗斯应该顺应人类的资源利用 它实在是造的虐太多 造的虐最多就是什么 这个暴殿天雾 你站着毛坑不拉屎 这个是不行的 咱们中国应该协助俄罗斯修正这一点 我们上个短片说到这个很多资源 很多家族为什么 它实际上是家族带着强行捆绑着国家 把这些资源站着 它为什么不释放出来 它当心这里释放出来家族以后的利益 包括国家利益就后撤很多 烂了之后就后面的一直烂 好像是为这个国家 但是你要想一下我们人类这么多 你像我们国内的话 这长江黄河早就不是没水 就是这个鱼被吊干了 要么就强行不烂掉 连基本的渔业资源 就你不管怎么调整 资源就这么一点 没有资源 那么这些就应该拿出来共同开发 这是第一步起码要做的 就算你不共同开发 你也应该从更大的层面的角度去考虑 另外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的这种软弱 我们前面说到这个 南斯拉夫大使馆 包括这个撞机这些东西 就现在如果说在核的问题上面 在这些东西上面 你连一点信号都不敢示范 你完全是控制国内中文世界的消息 请问你北院中南海有什么资格带领这个国家 没有资格真正的说领导这个国家 你连轮廓你都保不住 核讹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事情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干的 中国这边的态度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对俄罗斯对日本都知道那么强硬 你对潜在的这种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当然有可能是不小心泄露 不小心泄露让俄是搬走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是不可以 在现在这个阶段啊 应该说是上战可能 也许后面一定会爆发 那么这现在是一个走向的问题 谁宣布在什么地方 对吧 那如果没有爆发 那这更是一个态度罗尼 你连这个都不愿意出身的话 你只会压自己国内老百姓的话 那虽然说人不多 可能一二十万那也是人的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老百姓 你丢一二十万就能丢一两百万 就能把整个赫杆丢了 你就能把这个哈尔滨给烂出去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跟日本那个一样 一视同然 不管你这个战怎么算 这个做大哥的 你不能说这点排面都没有 不说做大哥 你这正常的连伊朗啊 什么其他的地区性大国 巴西啊这些也不至于会这样 这个只管自己的这个老百姓 把这个消息封得好好的 当然这个新闻 好像现在释放了一点点 但是你要释放的 要稍微相对炒作 在一定范围内告知 这个片段我们大致就这么多 我想再延伸一下 刚才我说到这个全球资源的问题 就是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现在对全球食品安全威胁最大的 最麻烦的就是俄罗斯 虽然说这个加拿大 包括澳大利亚 这个西方也浪费 但是他们整个受教育程度 整个美元体系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协调的 或者说你这个澳大利亚 你本身就比较偏 人口就这么多 你开发起来确实难度是在的 他不是说你澳大利亚努力一下 就能够迅速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俄罗斯不一样 如果你俄罗斯把很多地方 跟我们中国合作开发的话 多浪一些来的话 我们可以迅速让全球的总盘子 总财富量增大 你这个样子做就不合适 你这样让全球的食品安全处在一个 没有办法提高的一个状态 你就没有办法跟世人交代 对吧 你说不管这个往后怎么走 你这个位置 又不是海边 又不是深海 你在这里搞核废料 这是啥意思 所以说不管从什么趋势看 这一点问题俄罗斯必须要想清楚 一两百万是把我们一百六十多万 是这个当时分出去的 那么还有就是五六百万 其实俄罗斯利用率都不大 那这些如果充分的来开垦的话 我们中国的食品安全就能提升一个等级 提升一整个等级 比如说养殖 我们东南沿海压力就会小很多 很多滨海兴趣可以拿来当公园 拿来游泳 拿来健身 不用拿来专门搞吃 拿来逛逛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比如像盆大剂 这些催化剂 这种加病药这些东西 生产技术这些东西 都可以大面积的这个减少 那这种提升是有功劳的 有功绩的 但是我们说有人不愿意 有人不愿意 但是有人不愿意的话 我们看到刚刚说的视频安全 前面一个短片 我们说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总是加添加剂 搞转金这些东西 不是确定能够安全的东西 这迟早不是个办法 或者说现在已经来到一个极限了 咱们老百姓 这个中国老百姓 也已经能耐到一个极限 在一个极限这种仅仅仅是可以 因为我们试义的 在一个极限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